放假, 一個人不想來在家裡 但又沒有人, 怎麼辦 正所謂, 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 原來一個人都可以好好享受假期 假期之後, 出現了假期 假期之後又出現了什麼呢? 是假期, 一個人的假期 假期才在外國流行 重點是一個人享受自己的休閒時光 從心出發, 不用再遷就他人 今天你們在我參加小獨家庭 不論是去旅行遊山玩水 探Spa, 吃大餐 還是留在家裡自煮自食 總之就是自己開心 享受自己的獨家庭 放假的話, 一個人會做什麼? 去打電話 放假, 行山 還是放假 開段樹, 練習吉他 好 其實一人放假, 也可以有很多東西做 例如, 學做菲菇 這棵山菜真是山山漫漫 這卷廁紙簡直軟滑如絲 還有這個蘋果 一定是基因改造的特大號 塑膠菲菇做得這麼像, 沒可能的 這個蘋果好像很好吃 這個竟然是蛋糕 玩過而已, 你是騙不到的 這個蘋果既不是蘋果, 又不是肌肉 竟然是蛋糕 它跟這裡這麼多…這麼多的作品一樣 全部…都是蛋糕、蛋糕和蛋糕 它們還有一個共通點 全部都是立體的 我覺得正常可以將它立體化 是360度都看到的蛋糕 這個就是我想要的東西 不僅立體, 而且是圓浮的 主體很大, 支撐的部分就很小 很夢幻 其實每一個蛋糕的設計上 我都會設計一個很特別的支架給它 每一個都是不同的 所以就足夠支撐蛋糕在上面 看上去, 下面的比率很小 但上面的蛋糕就很大 今天的Savocation 就學做一個堅離地的圓浮蛋糕了 首先, 批出蛋糕初型 轉眼間 Jimmy已經將支架陷入蛋糕裡面 搓呀搓, 壓呀壓 將番糖壓成形之後 再切合形狀的尺寸 然後鋪上蛋糕 至於上色的番糖 就搓出不同形狀 去塑造不同配件 畫一些細節位 幫蛋糕底盤上色 弄了十個小時 究竟做了一個甚麼造型的蛋糕呢 沒錯 是剛剛拍了一幅美照的 即影即有相機 真的好像凌空軟浮一樣 不過, 又是不是真的好吃 很好吃 你別看見它這麼多番糖 以為很甜 但其實它裡面的黑朱古力蛋糕 完全掩蓋了 而且不知道是否因為自己做 所以特別好吃 但切的時候, 我很心痛 但我也要繼續吃 真的要吃蛋糕, 我很累 按摩也不錯, 很舒服 阿忠, 你還沒開啟嗎? 對 別以為阿忠去了按摩店 這裡其實是位於北角的新戲院 這裡有條這麼夢幻的星空隧道 入到貴賓院 座位還以科幻電影太空船來做設計 全窗只有八個座位 每個都有按摩功能 一個人房間一邊看電影, 一邊按摩 怕不怕人呢? 太舒服的情況下 立即可以睡著 天啊, 未必能看電影 那就好, 再去買一張票吧 差得來 對 阿忠, 散場了, 聽不見嗎? 不如試試近期一種 越來越多人喜歡的 自由假活動吧 網民的評論倒是爽了 原來香港也有? 看見就想嘗試 究竟是什麼呢? 是彩耳 不少KOL都有拍片分享的 點擊率隨時多過十萬 彩耳熱潮 在台灣等多個地方發揚光大 有台灣網站 還將彩耳推介給單身人士 做情人節Self-cation活動 究竟新興的彩耳有多爽快呢? 首先, 當然要看看自己的耳朵有多髒 這部就是耳鼻號放大鏡 就看我們耳朵裡的髒東西 看見沒什麼耳朵, 但裡面很紅 證明你夜睡 你又搞什麼? 是什麼? 這個控雀毛 是刺激我們的三叉神經 今晚會更好睡, 令你令人 好…繼續… 是否就要等今晚才知道 不過看見都舒服得冷靜 接著氣肉來了 對, 用消毒過的工具, 開始坐耳了 時興的坐耳 再不僅是清潔耳朵這麼簡單 配合一連串幫你身心放鬆的程序 簡直是個人享受 現在我們開始幫你做耳肉 是什麼? 將生理鹽水倒入耳朵 做一次深層的清潔 這樣就像耳朵做SPA一樣嗎? 對… 耳朵也做SPA 之後再用陰叉和鵝毛棒的震動 平衡耳道氣壓 加上眼部熱膚和頭部按摩 這一天的SPA很放鬆 所以這些那麼放鬆的活動 最適合一些喜歡me time的你 就算一個人都可以擁有HAPPY NEW YEAR